雖然2020至2025年美國人線食指南 說我們每天應該食用少於2300毫克 即是2.3克的臘 但是美國人每天的攝取量就超過3400毫克 這個數字比1970年代要多得多 問題是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數據 高臘攝取量與高血壓有關 而高血壓又與心臟病和中風風險有關 不過根據2011年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的一篇文獻 關於納和這些風險的相關性依然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 每天的攝取量少於2克 這個水平主要基於樣本量相對較少和短期臨床試驗的結果 這些試驗評估了限制納對一級預防人群血壓的影響 蓋文獻的作者說 而評估納攝取量與心血管疾病之間關係的前瞻性研究結果 就一直互相矛盾 例如有些人即使報告納攝取量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之間是有關的 但是其他人就沒有 有些人就報告了說是無關的 雖然很少有醫學報告質疑高納和高血壓之間的關係 但是低鹽飲食可能對膽固醇產生有影響 研究已經證明低鹽飲食令外膽固醇增加 外膽固醇和好膽固醇相反 好膽固醇是高密度脂蛋白 而外膽固醇是低密度的 康克林系統評價數據庫的一篇文章 研究了低臘飲食 對血壓和其他疾病風險因素 包括膽固醇和甘油三支的影響 研究發現 減少臘的攝取 會導致壞膽固醇增加2.5% 甘油三支增加7% 甘油三支是血液中發現的一種脂肪 2018年發表在醫學巴爾摩迪雜志的研究發現 在超重的高血壓女性之中 低臘和高水平壞膽固醇之間似乎是沒有關係 但在沒有超重的高血壓女性之中 兩者並沒有相關性 與這些脂質變化有關的機制 似乎是因為有限的臘涉取量 會降低體內水份含量 而這樣會導致身體試圖恢復低血漿容量 亦會導致腎上腺素 腎素和血管緊張素上升 研究作者指出 這些激素會抑制胰島素 導致胰島素結抗 因此導致高胰島素損害肢質代謝 增加血液的膽固醇 低鹽飲食可能對糖尿病不利 異形糖尿病在世界範圍內的流行比例正在增加 令醫療保健系統帶來重大負擔 糖尿病集志的一份研究表示 現在大家普遍認為 胰島素抗結和貝塔細胞功能障礙 是糖尿病發展的主要因素 不過低臘飲食在目前的糖尿病禍害中 如果有的話又是扮演什麼角色呢? 關於鹽的攝取量和胰島素敏感性的文献 呈現出互相矛盾的結果 因一些研究顯示 隨著臘攝取量增加 胰島素作用增加 而另一些研究就表明 胰島素作用會減少 發表在臨床科學雜誌的一項研究說 我們認為與高鹽期相比 低鹽飲食後的血清全固酮增加4-5倍 血漿的去甲腎上腺素濃度增加更多 那可能會導致飲食納攝取量調整後 胰島素敏感性的差異 這意味著低鹽攝取 令胰島素結抗惡化 低鹽飲食對心血管的影響 雖然大家普遍認為 低鹽飲食對心血管有益 但有時也存在爭議 研究指出 有證據表明 低鹽飲食可能導致會有心臟代謝風險 和確診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的心血管以後惡化 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的研究 測量了24小時尿納排泄量 研究人員試圖評估這個排泄量 是否可以預測或影響健康和血壓 他們發現 可能會嚴重加劇患者的症狀 研究指出 在這個群組當中 收縮壓而不是舒張壓 隨時間的變化 和納排泄的變化一致 但是這種關係 和高血壓或心血管疾病病發症無關 較低的納排泄 和較高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就有關 結論 顯然醫學界仍然沒有低納飲食的好處和風險的定論 當然 你的醫生是這個問題的最佳指南 但是前提是 他或他 要了解鹽泄取量的各種不同發現 你需要確保你的醫生 考慮到納水平 會如何影響你可能有的任何疾病 例如嚴敏感高血壓 正如我們經常被灌輸的那樣 過多的納可能對我們健康有害 但是顯然 有時太少 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 在說話上 多關心血管疾病 所以 提支 有時 有時 再嘗試